是的 斯里兰卡恐怖袭击已经过去四天了 全国人民和受害者家属依然沉浸在悲痛中 一些家属成员向媒体透露 令他们更难过的是 发生爆炸之后 他们要求公众救助受伤的亲人 可是公众忙着用手机来拍摄爆炸的现场 没人愿意伸出援手 4月21号当天 斯里兰卡人度过最血腥的复活节 多座教堂和酒店遭遇人肉炸弹客袭击 一对在教堂爆炸案中幸存的姐妹告诉媒体 当时奄奄一息的父亲就躺在自己面前 他们不停呼叫求救 可是身边的人不愿上前帮忙 由于没人理会他们 两姐妹只好扶起倒在血泊中的父亲 将她带出教堂 可惜无法救回父亲的性命 两姐妹更在爆炸后听力受损 另外有8名英国人死在恐怖袭击 当中两人是19岁和15岁的兄妹 他们和家人在斯里兰卡度假的最后一天 在克伦坡香格里拉酒店被炸死 最新的数据显示 死亡人数已逼近360人 受伤人数更超过500人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